來,請看第七題 Ryan問了 Ryan說,Would you like to play tennis with me? Would you like to play tennis with me? 你要讓我去打網球嗎? OK,那那個 Dara說 No, thanks 不了,不了,謝謝你 這個假號不理他 這個沒有意思 OK,好 他朋友就說,不要了啦 不行了,怎麼樣 Eat for three hours already 哦,為什麼不要? 因為他已經打三個小時了啦 打三個小時,累了 I'm tired now 好,持續的動作 從過去到現在已經三個小時 持續的,持續一樣要用什麼 haveful he4 加PP 現在完成式的三個使用時機 我們再複習一下 現在完成式的基本句型 haveful he4 加PP 使用時機什麼? 從過去到現在的什麼? 經驗 經驗做過幾次有沒有去過啊? 好,然後呢 動作是否完成 還有呢 動作持續了多久? 從過去到現在持續多久? 經驗完成持續 經驗完成持續 OK 用haveful還是加PP 然後已經打了三個小時,對不對? 所以用什麼? haveful還是加PP 這個沒有,這個沒有 I've played 答案就是C 這是未來師 所以就選C OK Would you like to play tennis with me? No, thanks I've played it for three hours already I'm tired now 我現在累了 I've played I've played I've played have played I've 就是什麼? I have 他的縮寫 I've played it for three hours already 已經打了三個小時 three hours 是不是亮? 三個小時時間亮 用for for加時間亮 OK 好,那第八題 My boyfriend blanked New York for days 好幾天了 for days 就是好幾天 好,這也是一個概述的概念 好幾天 But I blanked him yet 好,還沒 Is he that busy? 他那麼忙嗎? Is he that busy? 他是那麼的忙嗎? 他說我的男朋友啊 怎麼樣 紐約好幾天了 但是我怎麼樣呢? 好,那你看喔 去紐約 他那麼忙嗎? 是表示說他們現在 他還是沒有消他的消息嘛 對不對 好,沒有他的消息 他那麼忙嗎? 怎麼都沒有跟我聯絡呢? OK,好 來,所以已經去了 好,已經去了的話 要什麼? gone to be to 是去過 A化掉 好 這個是什麼? 正要去 不對,他已經什麼 已經去了 好 然後呢 has gone to 已經去了 對不對 住的話 is living for 是正要前往 正要前往 正要前往的話 應該兩個還碰面的嘛 好 不會說都沒有消息 正要前往 對 所以這個從語意來判斷 就是選什麼? 選C 好 語意跟文法 好幾天了 從過去到現在好幾天 是用現在完成式 for days 好 現在完成式 f has 加 p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A是先完成式 可是他是去過 去過回來了 應該兩個人還會碰面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is going 是正要去 正要去的話也還在耶 不會說都沒有消息啊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從文法面來看 是用先完成式 還有從語意 他是去了 不是去過 好 A是去過 是去過 去過已經回來了 剛突什麼是去了 然後呢 我都沒有他的消息 haven't heard from him yet 都還沒有他的訊息 這樣是了解 好 所以第八題要選C啊 my boyfriend has gone to New York for days but I haven't heard from him yet heard from Hear from hear from 有誰的消息 音訊 消息 有誰的消息 都還沒有他的消息呢 Is he that busy? 他那麼忙嗎 他有那麼忙嗎 他有那樣忙嗎 他是那樣忙嗎 翻成是的話比較好 逼动词 可是我们总好像说 你有这样忙吗 他是那样的忙碌吗 怎么都没有消息 他是那样的忙碌吗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 就是有谁的消息 hear from 都没有消息 haven't heard from haven't heard from him yet 都没有消息 所以第八题选c 第九题 不好意思 因为最近老师家附近很热闹 都在施工 所以有一些杂音 第九题 how blank you blank since you moved to Taipei 来看这里 自从 这句子 要什么 用过去是 自从他做那个动作之后 到现在怎么样 since本身要加过去是 可是前面是要配合什么 现在完成式 因为since是什么 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自从他做那个动作是过去是 到现在 前面这个要搭配现在完成式 他说自从你搬到台北呢 已经怎么样 怎么样 你都还好吗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都还好吗 现在完成式 haphs加 pp since自己的这一句 我再提醒一次 since自己后面的这一句呢 要用过去是或过去时间 ok since自己的这一句 要用过去是 过去是的动词 或是加什么 过去时间 过去时间点 但是他前面搭配的这句 要用现在完成式 haphs加 pp ok 所以haphs加 pp 答案就是a了嘛 对不对 haphs加 pp呀 这个不是哦 这个叫做过去进行式 这个是过去简单式 这个叫做现在进行式 are doing是现在进行式 we're doing是过去进行式 did do这个叫做 过去式 过去简单式 所以这三个都不对 所以是how have you been how have you been 你一切都好吗 how have you been since you moved to Taipei ok 那how have you been 他单独使用 how have you been 单独使用是你好吗 你好吗可以等于什么 how are you ok how have you been 单独使用你好吗 等于how are you 好 那第十题 那这个十不见了 十 why is the young girl going to blame the old man why is the young girl going to blame the old man 好 他说为什么这个女生呢 将要怎么样 嫁给这个男生 好 人娶人 人嫁人 刚刚有讲过了 对不对 人娶人 人嫁人 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直接用marry就好了 the young girl 人 the old man 是不是两个人 人 对不对 人娶人 人嫁人 好 看一下 来 他说 why is going to 是将要 江要 他说 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女生 将要嫁给这个老的男生呢 好 像这个老的男生呢 好 人娶人 你这个如果加b动词比marry的要加2 给marry的也要加2 知道吗 所以这个都不对 好 诶 有2啊 这有2 有2 有2 这里不对啦 这个2后面要加元v啊 begoing to后面加元v 要改get才对 知道吗 江要怎么样 江要begoing to后面加元v啦 不可以用get啦 用get才对 所以第十题答案是选c 知道吗 你要用bemarry的可以 加个to 你要getmarry的可以 要加个to 好 这个marry的 这个marry的都是变形容词用法 形容词的话 前面再配个动词给他 好 配这个b动词 或者是get连续动词 好 配给他 然后呢 这marry的变形容词 对不对 后面要加to 他可以单独使用 表示什么 已婚的 已经结婚的 或是要嫁给谁 好 娶谁 要吐家人 吐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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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知道吗 好 那猪不能用是因为什么 这个to begoing to的这个to 后面要加元形动词 要get才对 所以答案选c why is the young girl why is the young girl going to marry the old man why is the young girl going to marry the old man 好 人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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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to 知道吗 如果你用be married的 或get married的 要加to 好 再复习一次 这个课堂上也都复习过了 be 或get 这个变成married 是变形容词 to 家人 这样知道吗 这个也是结婚的意思 OK 娶谁 嫁谁 be married to 家人 get married to 家人 OK 好 那如果只有单独married的话 不用to 谁取谁 谁嫁谁 这样子就好了 如果改成用married的 用形容词 用法的话 记得要加个to 而且前面又有be动词 或者是get 那照实它去变化嘛 好 用过去诗 OK 或者是现在是 未来是要照实它去做这个动词变化 OK 好 来 那以上四题的重点 请把它记录下来 加油